现在如果你想在M1芯片的Mac上安装Windows 你需要准备两个东西 一个是Parallels Desktop虚拟机软件的技术预览板 一个是Windows 10 ARM版的内部预览板系统文件 Parallels Desktop是Mac上大名鼎鼎的虚拟机软件 Windows系统就是安装在这个虚拟机软件里的 不久前Parallels Desktop官方也放出了针对M1芯片Mac的技术预览板 所以第一步我们要下载并安装这个软件 打开这个网址 有账号的直接登录进去 没有的可以新注册一个 然后在新打开的页面 直接翻到第三步点下载链接就开始下载了 页面还有一个激活码 把它复制下来一会儿要用 如果你不想那么麻烦 也可以关注公众号MacPad 然后在后台回复这个数字 就能收到网卖下载链接和激活码 还有一个需要准备的就是Windows 10 ARM版的系统镜像 现在只有ARM架构的Windows系统可以安装在M1芯片的Mac上 并且这个版本目前还是内部预览版 找到这个系统镜像比较麻烦 我折腾了一个下午 你可以直接在公众号MacPad后台回复这个数字来获取下载链接 准备工作完成了 下面开始安装 直接打开下载好的虚拟机安装文件就可以开始安装 安装过程中会看到关于M1芯片的Mac 这就对了 点继续 安装过程可能还需要登录Payless账号 并且需要激活Payless Desktop软件 粘贴之前网页上的激活码就可以了 然后软件会自动选择下载好的Windows 10 ARM版镜像文件 如果没有自动选择可以点手动选择 完成后点继续 设置下虚拟机的名称和保存位置 然后点创建 接着就可以看到熟悉的Windows系统安装界面 正常流程点下一步往下走就行了 安装这一步一般需要花费几分钟 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Windows 10 ARM预览版就成功安装到你这台M1芯片的Mac虚拟机上了 如果显示有问题 就把虚拟机关掉重启一次就可以了 当前版本的Windows 10 ARM版优化并不充分 Parlas Desktop这个预览版有诸多小问题 在我短暂的使用中 这个Windows的运行体验还是稍先卡顿的 不过也能看出M1芯片Mac还是有足够的心力去驱动开发者的 第三方软件针对M1芯片的跟进也比较积极 相信再过不久M1芯片Mac的软件生态会越来越丰富且完善